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家华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我的作品 少年独史记 改穿一套新衣服了 原本的封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改版后的封面 颜色对比鲜明 构图活泼 这次改版发行 出版社特地制作了一本 收录史记36则 经典名言的笔记本 以作为赠品 史记是西汉司马迁的著作 他的写作的目的是为了 探究天旅 以人事的关系 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 并提出个人独特的看法 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 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著作 而他发明的记转题 更是成为日后史书创作 所沿袭的体力 过去我在台湾大学就读期间 就很爱读史记 有时候读一读还会掉眼泪 之后我接受了李党总编的邀约 开始撰写一部 以少年为对象的史记的读本 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完成了这部书 这套少年读史记 可不同于一般同性词的书 每个单元都是由四个部分来组成 第一 人物故事 借鉴了现代文学的手法 描述史记人物的心理和行为的意义 更适合现代读者的阅读口味 第二 三分钟读历史关键 以文学 史学 哲学 心理学等知识的观点 来全解人物的故事 便于要掌握故事的核心意义 第三 原点精选 呈现了与人物故事相关的原点片段 再加上详尽的语意和简要的注释 提升了古文阅读能力 第四 词语收藏 罗列人物故事相关的成语 并有参考的例句 这套书从2013年出版后 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销量一直都不错 在学校有些老师 就拿它来当作班级读书会的共读书籍 我希望透过我的努力 能让年轻的朋友们读到古人的智慧 所谓的以史为鉴 简单地说 就是想想过去 想想现在 想想别人 想想自己 最后我要向少年读史记的读者们 说声谢谢 希望这一部书 人为女的人生 带来更为丰富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